根据龙华区近期开展的购物节汽车促消费活动 市民在9月9号至10月31号期间 可获得5000至2万元不等的购车补贴 在叠加深圳市相关补贴和店内优惠活动 一辆汽车的优惠幅度最高可超过5万元 而在南山区则发放了总额500万元的线上消费券 包括6种面值 可用来在网上购买手机 数码 电脑 办公 等十几个门类的生活消费品 福田促消费活动串联中秋和国庆 陆续发放5000万汽车补贴和2000万惠民消费补贴 深圳工会推出电影票 乘车券 话费券等近11万份节日礼 另外 各区的商圈也推出了中秋假期专属优惠 据统计 中秋节当天 龙华一方城总销售额超1700万元 相较于8号提升了一倍 而南山区万象天地客流量则超过了15万人次 现在连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陈颖怡 陈老师您好 小长假的消费市场持续恢复 我们也注意到不少市民选择到山海连廊打卡 那这样的活动也会拉动登山设备 帐篷等户外消费的增长 对此您有什么观察吗 第一个是稀缺性 第二个是可得性 第三个是可控性 稀缺性主要是指场景的一个稀缺 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 以上班族居多 一般工作场景是在室内 那么难得假期大多数人会倾向于换一个环境 那么外出游玩就成为一个首选 可得性主要是指深圳的整一个外出游玩的环境 做得会比较好 而深圳最近制定了山海连城计划 那么未来将会串联更多的文化活力的体验的一个轮道 那么它的一个整个的生态 整一个的外出环境将会做得更好 可控性主要是指深圳县阶段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那么复外是相对于更开放的一个区域 从防疫的角度来说的话 它也更安全 因此根据这个稀缺性可的性和可控性 那么深圳现阶段会更牵向于外出游玩 从早前发布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到 深圳前七个月的消费成绩是来之不易的 那么这个中秋节的市场消费也持续回暖 接下来在您看来应该如何继续做好 阔内需促销费稳增长呢 这个成绩确实是来之不易的 这个真的离不开广大市民的一个支持 然后还有深圳市政府的发力 这段时间深圳的一个购物季 差不多还有两个多月吧 可以说是抓住了经久饮食 这样特殊的一个消费时期 在后续的一个消费季里面 相信深圳的消费还会有更高的潜力 这需要各企业保港就业 也需要各市场主体吧 研究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相信随着未来防疫手段的升级 我们也能更好的常态化防控疫情 让其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降到这一点 感谢主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